所以來看就是 蕊正寶這陣子都在撒出一些 高利人生育小孩的一些政策 早上是說從今年開始 生育第三體 請了這個年末來優 就是說各位可以補助三千塊 高利大家可以來生育第三體 今天再來說 要撒出五千塊的小孩的領帶 是先來掩討這個計势 說只有這個生育小孩 這個小孩兩歲之前 一位都可以領五千塊 為了高利生育 來進步講這麼說 每年開始奉寬第三體的領目補助 只要生第三體 讓社區的領目照顧 每個月都可以領三千塊 只要一天 來進步又公出新的補助方案 各位後年民國一百零一年開始 開始十四 每個月五千塊的高利金鐵 無關生幾體 小孩兩歲之前都可以領 不過一開始就有計劃一幅才有 30萬年收入的年輕父母 只要他們生了小孩 不管幾個 在零歲到兩歲之間 每個月政府希望能夠補助 五千元的育兒金鐵 來進步跟這個政策 就是一百零一年重要的政策 國家有一萬九千的家庭受費 要變十一億八千萬 但國家又有錢 這麼大發封 一步一步來實現馬總統的政策 不過民間團體指揮 這是本錢根本就沒辦法提關生有率 工藝法也做出回應 要創造一個美好的 或者比較良善的脫育環境 不能夠只靠金鐵 我個人從來不認為靠金鐵 可以單獨解決問題 一定要多管齊下 工藝法也表示 他也認為小孩是國家的 政府應該提供國家好 事件的環境 這是本錢一塊的引起討論 不過相關的 特有的公共化政策 政府也有得了幾位 記者 君子 君子 達到報道